- 再来之前日本有一张照片的爆火 接警车拍到一个白鞋的妹子 正准备进入一间屋子 让她正在脱鞋 然后接警车邪恶的视角呢 就捕捉到了这不可思议的光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Smojinka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 Google接警车拍到了哪些有趣的照片吧 我们先从那个比较没那么重口味的开始说 那上一集讲到的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的 这集也差不多有 敬请期待 在日本鹿尔岛的熊毛郡 那边有个键盘朝圣弟弟 有一张Google接警车拍到的照片传出来之后呢 就很多人也跟着用Google地图啊 来到这里看看那张照片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张照片是这样子的 它也是柴犬 在那里萌萌的看着接警车 一开始啊 先是愣在那里不动 那接警车经过它前面的时候呢 彩彩就追出来了 但看那样子好像也不是很凶狠的要摇里面的人 它就跟着接警车一起走 就这样子 它跟着那台接警车 跑了好一段路 有人说它是在跟踪接警车 有人是说它想要找里面的人出来玩 它的表情呢 非常的生动 那可爱的模样跟行为呢 就让很多日本人啊 纷纷来这里超胜了 在里面下的大海上接警图呢 同样被拍到这只狗呢 也爆红 但让刚刚那只彩彩不爽的是啊 这只狗傻也没做 就愣在那里 它就爆红了 日本那只狗要红起来 还得追着接警车跑 它就在这里看着镜头 那为什么看着镜头可以爆红呢 因为它被马赛克了 古狗现在的政策啊 其实蛮注重隐私的 虽然如果拍到人脸啊 或是车牌啊 大部分它们都会自动把它马赛克上 但没想到它们公司现在那么注重隐私 连狗的隐私它们也不会忘记 因为这个角度 就让它回头看着别的地方 也被马赛克了 说明这只狗被马赛克不是一个巧合 狗狗被马赛克 会不会太可爱了一点 再来阿根廷拍到一个悲剧的小弟弟 情况是怎样子呢 接下来接警车准备通过这条小路 然后呢 拍到右边有个弟弟啊 在路边跑 看起来非常的有活力 接警车离大家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准备操作咯 终于可以看看这可爱的弟弟的模样 长什么样子了 那经过之后 我们只要回头就可以看到弟弟的正面了吧 一回头 哇靠 这弟弟直接打了一个睡梦罗幻拳 还是突然发现在地板写功课 这个姿势蛮不错的 而且他可以边写功课边做运动的 做一个腿部跟核心肌群的锻炼 真是把握时间啊 这弟弟是个人才 总之不管怎么样子 还是没能看到弟弟的正面长什么样子 再来啊 接警车其实也不是老是拍到这些 没有用的 但是又有趣的画面 有的时候呢 竟然可以破解一桩迷案 日本有一个人啊 在2019年的5月的时候呢 将他的车停车在某一个地方的停车场 当他回来之后呢 他发现他的爱车啊 右前方的地方啊 整个被转刮刮刮了 一大片油虾都掉下来了 哇他非常非常地心疼 到底是那个王八蛋 让他很生气啊 想要抓到是谁啊 不过环顾一下现场 没其他人了 很明显 这个凶手机招车辆已经消失不见了 后来他应该是有报警啦 不过可能是因为没有监视器 拍到当下的画面 所以警方也莫可奈何 好的 这个车主难道就在这边自探倒霉 难道他真的被上帝给唾弃了吗 不 五个月后 他突然突发奇想 用Google地图看了一下当时停车场的位置 一打开 哇 当天的事发经过竟然被完美的给拍下来了 天 红绿色的马拉之达 很明显的插撞到了他的车子的右前方 一名疑似车主的人还在旁边 就他了吧 后来警方寻着车牌 抓到了那一个人 看到这边 莫丁哥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要逃了 首先就是肇事车所发现刮到车之后 哎呦 我刮到一台车了 啊 真糟糕 好 来看一下这什么车要怎么跟他赔吧 大概要赔多少吧 然后先面证盘算者要损失几万块的这个 板金淘漆维修费之后呢 走到车前一仔细看 啊 你有马沙拉迪 哦 要买算了啦 啊 不行 这个不能够自首 这个得算 哈哈 挂一下几十万可能就不见了呦 你看难怪他就跑掉哦 不过马沙拉迪的这个位置 感觉是右前方的 保杆或叶子板的部分 应该最多十几万吧 我猜啦 总之不管怎么样 孤狗剑警车竟然奇迹的 帮这个苦主找到凶手 这的时候真的是太巧了 在日本那边 又有一个剑警车拍的照片 世界之名 可以看到拍摄地点的是在日本 国道425号线 一开始呢 剑警车拍到的是一个 重机骑士啊 非常帅的在那边 压车过弯 哇 那个压车的角度 只能够说啊 他真的是狠角色 不过 下一秒 哦呦 重机骑士突然来了一个水沟盖跑法 哎 我是在看什么啊 机车版的偷文之低吗 这个主角现在在练 等于脱海的水沟盖跑法了是没 知道他怎么跑要跑 这个人车分离了呢 是跑到一半 发现水沟有钱 你要直接汽车鱼不顾 冲家去捡了吗 还是发现水沟有好吃的 总之不管怎么样 全世界都知道 他在水沟里面 找钱了 再来有个女网友 她有一天心血来潮 用Google地图看自己家 想看看会不会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结果还真有 而且还让他吓个半尺 街警车拍到了 有一个男人在他的家前面 这不打紧 让他鸡皮跟他毛骨悚来的事 他竟然啊 拿着我眼镜朝他家里面看 哇 你是在看啥 遇到变态啦 还是什么小偷强匪啊 想要看仔细在家里面的一举一动 然后计算什么时候可以行动吗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 都让他非常的紧张 不过这个网友PO出这个贴文之后 就有很多网友留言说 呃 这其实可能是台电的 超电表的人员啦 可能是来茶水表 或者是来超电表的 不过这个电表在你家里面 那又不好意思进去打扰 那我干脆只用网友去看 还比较快 有人说这就是超电表人员 他们的日常了 好了 接下来开始就是母汤的东西了 有人上Google地图 搜寻小屋来 然后在看小屋来那边的 经典照片的时候呢 诶 看到了一个 小溪里面 刚刚的怎么有个老头 老头就帅了 他还全身偷光光 傻也不择 放入他垂垂老里的 老鹰 在那里见客 然后阿伯呢 还露出灿烂的笑容 哎呦呦呀 你这到底是想怎样 你是对你的小伙伴感到非常地自豪 还是人鸟都在这个大战里面 感到无比的舒畅 虽然你不禁露出灿烂的微笑呢 真相是如何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这张照片不太舒服 被民众检举 后来啊 这个景点照片就被引出了 Google说啊 这张照片其实是民众自己上传的 只要经过检举 这张照片就被下架 再来之前日本有一张照片 很棒 接近车拍到一个白鞋的妹子 正准备进入一间屋子 让她正在脱鞋 接近车邪恶的视角呢 就捕捉到了这不可思议的光 春光 我依稀记得当时好像也有看到 这个没有马赛克版本的 不过后来呢也被可恶的孤狗给处理了 也被那个很好心的孤狗给处理掉了 尽管如此 还是有大批网军暴动 纷纷去搜寻这个地点 想要一探究竟 你们通通已经慢了啦 不用看不用找了啦 我相信就算这样讲 还是会有人跑去找 那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一个男生在小发财车的车头 嗯? 男生是在修车吗? 不过看那个姿势 看那个他看向镜头的角度 修车也不是这样修的吧 啊 仔细一看 诶 原来他正在泄洪啊 太可怕了 这个男生想说 哇靠 我泄洪前看了这么久 四下无人 想说可以放心了 最后没有想到现在全世界都在泄洪了 天啊 因为不只这样 今天真的还有拍到 有个女人啊 在自家的窗台前 不晓得是干嘛 呃 不过你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应该基本上是 马赛克处理的很严重了 你们啥应该也都看不到了 他在干嘛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一丝不过 哎呀 而且呢 还是个女的 哎呀 你各位男人是不是在垂心肝 是不是在大探可心呢 我知道 我明白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不应该 我唾弃你们 虽然说我也想知道 那个五马板在哪里啦 哈哈哈哈 上来 因为街警车破坏的呢 还有这一件 而且飞床 在澳洲那边呢 有一个中年男子啊 不知道他是怎样子的啊 他现在呢 好几次在同一条街上 看着女生 对着女生 然后开始DIY 吓得路过的女生啊 惊慌失措 包装失色 那尽管有些女生跑去报警了 那不过因为这个男的呢 早就已经溜至大吉 然后也苦无确切的证据 所以呢 警方呢也没法找到他 也奈他梅河 不过他这样的行为呢 确实已经造成当地的居民啊 苦不堪言 那我们也是开着车经过 走个路经过 就看到有一个人呢 在玩小牙籤 怎样他以为是街头艺人是吧 诶 会不会真的这样的行为 可以变成这种 街头艺人的卖艺方式呢 那就话怎么说的 人仇性骚扰 人帅没烦恼 如果这个男的长得又帅 然后又是一只熊鹰的话 会不会 这样子他就可以摆一个碗在前面 然后卖艺赚钱呢 好 不管能不能后面这个男的啊 竟然被抓到 怎么抓到的呢 有人在看Google街警的图片时啊 意外发现街警车 拍到了他 正在DIY卖艺的当下 阿娘喂 怎么那么刚好 而且呢旁边还停着一台大车子 白色现代乡行车 后面引车追人 终于抓到这个男的了 那警方呢也呼吁多项受害者啊 出面责任他 随便他被以27项猥亟罪起诉 27项 在这张照片呢 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呢 很乐意分享她的生活的一切 对于这样大方的女人呢 墨金哥表示 我很想认识她 哈哈哈 她走到路上的时候呢 发现一台街警车准备经过 然后呢 她就非常大方的拉起她的那个衣服 想让大家知道 她的奶奶过得好不好 对于她这样子 乐意分享自己生活的点点滴的人 我希望她也能够常常来跟我分享 嗯 街警车真是个既有用又有趣又邪恶的一个好东西 这一个工具 你要遇到街警车 可别做一些傻事 不然可能就会世界知名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接下来 嗯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by bwd6